那么大家看这个球 落点不错 速度也挺快 还带着强烈的侧旋 为什么会被对方轻易的上手呢 就是因为我的弧度 我发的这个球太高了 对于我们球友来说 其实你在比赛中 发什么球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你如何才能把这个球 控得很低 因为无论如何 你发的再转再快 对方只要盯住了 他还是可以上手的 但是如果你发的很低 即使你扔过去一个 非常平淡的球 对方照样上不了手 咱们今天就三点 告诉大家如何把球的弧度 控得很低 那么首先要讲的 也就是很多人都不重视的一点 去捡球一下 这点虽然简单 但是经常被大家忽视 我们很多人在打比赛的时候 连输几个很着急 自己想发球的时候 往直了站 直了发过去 那么你的这个球 就很难控低了 所以当我们想把球 控低的时候 我教大家一招 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 要平视网子的白线 我们的脚下同样重要 如果你的两条腿离得很近 那么你是很难这样蹲下去的 所以无论我们发什么球 我们一定要保持住 一前一后的站姿 眼睛才能平视网子 在比赛中领先还好说 尤其是你在落后的时候 你一定要沉下心来 每一个球重新准备 站低以后再发球 第二点 击球点 我们很多球友在发球的时候 喜欢在这个位置 在你的胸前 这个地方去击球 那么即使你站低了 你也很难把这个球控低 大家看这个球 确实挺转的 但是我的出手太匆忙了 在我胸前这个位置 我就迫不及待的出手了 所以当我们想把这个球控低时 我们的点应该多等一等 多放一放 如果你的击球点本来就高 那么你再怎么控 它也肯定不会低的 就是等球差不多落到 与台子一个高度的时候 我们再出手 这会变得很低 第三点也是锦上添花的一点 当我们在发完以后 我们的身体一定要 压下来 把这个球本来会冒高的弧线 用身体给它强行摁住 用身体这么一压 不光可以让你控低 还可以增加你的突然性 还是那句话 即使你发的再没旋转 没速度 甚至你只是这样碰过去 只要发低了 对面就很难处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练习 争取我们的发球轮 就可以多拿几盒